最後一個特色 我給你拿最後 所以現在已經是最高了 現在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是最高的高度了 那我目前 目前這個三腳架 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是最高的高度了 我覺得是還蠻高的 我180公分他已經在我的下巴的位置了 還算蠻高了吧 就正常人應該都可以輕鬆的拍 那目前這個自拍 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是在最高的高度了 還蠻高的 我個人是180公分 那這個已經帶了我下巴的高度非常非常夠用 那下巴的高度應該是拍你 可能胸上就是上半身的鏡頭 那假設你要拍美腿長長的美腿照 那差不多高度在肚臍左右的位置是剛剛好 所以你也很可以輕鬆的放到肚臍的位置 我覺得是還不錯啦 就讓輕鬆可以調整你的高度 那你還有遙控器可以用 你可以去調好你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站到那裡自己拍自己 這就是自拍三腳架啦 就是要自拍嘛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是到最高的位置了 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是到最高的高度了 那我個人是180公分 那這個已經到我下巴的高度了 我覺得非常夠用 那下巴的高度差不多應該是你要拍上半身 胸上的鏡頭 你需要用到的高度 那真的是還蠻好用的 我180公分都可以拍胸上 就真的還不錯啦 那你如果要拍像是美腿超級長腿的自拍照 那差不多鏡頭高度要在肚子肚臍左右 肚臍的高度 那你也可以輕鬆的調到肚臍左右 但是你如果矮的自拍架 你就沒有辦法伸到這麼高 然後拍到更多更漂亮的狀態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我已經調到最高的高度 那我個人是180公分 那這個已經到我下巴的高度了 其實還蠻高的 那我們這麼高的高度 第一個你可以來拍胸上的鏡頭 如果自拍沒問題 那你也可以把它拿非常非常的遙遠 然後你可以拍一個更大的大圓景 就是你跟環境的照片 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調到最高的高度 那我個人是180公分 那這個已經到我的下巴吧 下巴有吧 下巴的高度還蠻高的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像是你要拍一些很大的鏡啊 那你整個人在畫面中 那這個高度就還蠻適合的 那你如果要拍像是眉腿照 就是腿很長 那你差不多鏡頭鏡位要放在肚臍左右 這個我發現就是差不多在肚臍左右 會看起來腿還蠻正常的 然後 Jesus Christ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到蠻高的高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到最高的高度 那我個人是180公分 那這個已經到了 應該有下巴吧 金綁的高度了 這還蠻高的 那你這麼高的高度就有更多的變化 那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到最高的高度 那我個人是180公分 那這個應該已經到了 金綁有吧 金綁的高度了 就你變化 鏡位有更多的變化 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鏡頭拍攝變化 那你可以像是拍胸上 Jesus Christ